比賽開始 參賽者就拚四秒的風塵槍 不過這個圓滾滾的太壓準 真的是很難控制 一不小心就會出現這種狀況 蠻難的 因為以前沒有滑過 然後就是不好控制然後會晃 對然後所以就是滑一滑 然後就是重心不穩的話 就是不小心 你只要往一邊太用力 然後就會倒下去 然後就會落水這樣 太壓準的控制 技術是比一般準確困難的滑 需要有很好的平衡感 也需要有夠準的技術 如果沒有 很容易就出現原地轉身 甚至是滑落水的情形 就是輪胎那個最刺激的 因為那很恐怖很怕滑下去 掉下去 就是它會一直轉啊 而且很晃 然後很容易翻 就是如果說我重心沒有往前的話 我可能會往後翻 然後沒有辦法往前滑 那如果就是我要滑很快 我覺得身體要往前 可是有時候會 太快就覺得 我可能想要往前掉下去 拿大肩車輪的來靈做準 這可以說是專性修創的做法 用泰雅鎮動作輪胸 想法出自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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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 再加上北梯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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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 去找到創新 事實上它的成本非常的低 重點是它可以吸引以前老一輩的一個回憶 因為這個大輪胎早期 它是在西邊裡面是在捕魚用的 那我們現在把以前那個回憶 找到我們現在的傳統這邊來 因為我們希望說資源可以永續再生 然後可以促進環保的一個概念 南投縣沒有類似的這樣子端午節的活動 那我們是利用獨木舟把它變成龍船的一個概念 然後可以去做滑行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這邊呢 水面是沒有風浪的 然後是非常適合獨木舟的滑行 保理頂攻守跟雷虛開了當地觀光業者 聯合基盤白零旬比賽 除了將泰雅當作龍舟輸用以外 要獨木舟跟天吼旬比賽 當然 困難度相關的就是泰雅旬 天吼旬就適合群主黨者參加 主辦單位反映國地有限用保命 來保理反映一個我們全部同樣的五日前 接著王朝聖柴方報道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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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